大家好,又是我Markies教练阿盛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背肌、肩膀肌育的训练 最终有记得是做Push Shot 之后隔了一段时间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关于上空的锻炼 正所谓得上空就得天下 所以如何有效地去操作我们的上空都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就用Markies教练阿盛 和我们的斜板去做一个上斜板的上空推举 好,首先讲回上斜板推举 最主要就是板,究竟应该设计多少度呢 我会建议大家设计35度至45度之间的角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角度是刚刚能吃到我们的上空 你说究竟是35度好还是45度好呢? 有些人会有一个争议的 我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初学者来说 我会建议他们用35度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初学者很多时候,他们一做上空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到他们的前部会比较多的力 所以35度来说,他们就会落到空多一点 而45度的话,比如说我已经有些经验了 我都懂得如何用上空法力的话 那你就用45度 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对上空是最大的刺激的 记住,不可以再高了 因为去到55度、65度等等的话 其实前脚就会参与得比较多一点 我们快斜板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肩膀的参与越高 快斜板越低,对上空的参与就越高 就是这样,行不行? OK? 然后我们再坐下来 坐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看我们的背部 即是座位 座位也是小小跳起上来的 为什麽呢? 因为如果你平均的话 其实当你用力的时候 有时会陷了下去 所以我们小小跳起上来的话 就可以顶住了 就算我们的胸如何用力 上身如何用力都好 我们的屁股都依然有个位置 可以顶住它 那么发力就会好些了 然后我们把眼睛放在大腿上 好了,怎样把眼睛可以有效地摆在肩膀上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技术 就是把膝骨把眼睛放在肩膀上 然后用膝骨把眼睛放在肩膀上 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直接摆在肩膀上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拉到肩膀上 很多人都是这样受伤的 然后我们注意到我们的 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背部的位置 我们的肩膀和肩 刚好贴在肩膀上 和我们的肩脚骨上背位置 都贴在肩膀上 我们可以容许我们的肩膀有少许的弧度 那记住 弧度不需要太厚的 就是不需要太大的 因为弧度太大的话 其实就会令到我们的肩膀有一定的压力 那如果譬如说是一些的 它们的弧度很大 为什麽呢? 因为它们这样的发力 其实是最效率的 而且也是令到它们在比赛中 是最容易做到成绩出来的 而太低 如果我们的背部贴得太低的话 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膀的发力 所以我们有一个适当的弧度 刚刚把腰放到中至为止 那就最好了 站住 我们试试看我们的手枕的摆位 手枕的摆位 我们不需要 手枕刚刚好就是 微微的贴在身边 这些摆位 那手枕的摆位 不要压开它 一压开的话 其实我们的肩膀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就会扭起来 所以我们将手枕 把手枕的摆位 另外手枕的指向 手枕的指向是 保持指向型 不要向后指 做上空的时间 很多时候手枕都会向后指 所以通常肩膀也会有点扭起来 好 好了 我们摆好位置 手枕指向地 然后手枕微微贴在身体 我们开始做一个推胸 推上去的时候 记住 上去 手 伸直 但我们就不要做一个超伸的动作 伸直就够了 但也不需要 全曲 我们尽量拿多些空肌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要伸直一点 但就不需要超伸 慢慢下来 下来 大约手枕 大约手枕比较低 便可以再推上去 下去 吸气 上来 呼气 这样做 OK 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 放在肩膀上 然后慢慢放在肩膀上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 上空推举 In-Kai Dumbbell Press 这个动作介绍到这里 好 记住 如果你想用到上空多些 记住 这三点 就是你的手肘 摆位 手肘指向的角度 还有就是 Bench的角度 都很重要 只要你留意这三点 其实上空应该参与会比较多些 如果大家对这个动作有任何问题 我欢迎大家在我们的page上留言 甚至乎你个别来PM我 我也可以的 可以介绍这个动作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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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